我跟她结婚22年了 给她生了三闺女 没过我一天好日子 我原本没想跟她离婚 觉得跟她凑合一辈子得了 但现在真凑合不下去了 我俩都这么大岁数了 她也想跟我闹离婚 这不叫人家笑吗 她对我不好 对三个孩子也不好 她赚了钱也不往家里拿 在她眼里她只对她父母好 这样的日子我真是过够了 这回我脾气发大了 她跑回娘家去了 都过这么多天了 睡觉还过去了 以后我脾气改得还不容易 我还想想些什么 你走了我该怎么过 这是一个结婚20年了的夫妻 丈夫呼唤妻子说你快回来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44岁来自河北建筑工人 女嘉宾朱女士43岁来自河北个体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多少年 结婚20多年了 准备离婚了 你提出来的 是 给她生了三个吧 生了三个女儿 好啊三千斤 不好 咋不好 在她眼里就不好 生这么多闺女 但农村来说 咋着也得有个小子 找叫顶面利户啊 没有小子别人就看不起你 哦 这事怪谁啊 那 那 那她没生出来那指定这是毛病呗 怪谁啊 嗯 他 怪谁 他 怪你 那不能怪我 生男生女又男的决定 知道不 以前没听说过吧 现在也是头会听说 那是你孤陋寡闻了 给生了三个闺女 嗯 老大多大了 老大二十周岁 上大二了 都大二了 老二呢 老二今天高考 哦 成绩怎么样 成绩还行 老三呢 老三刚三周岁多 你真是就不生儿子 不罢休是吧 嗯 我生老三的时候都四十多岁了 我生了闺女 她对我也不好嘛 能活啥都我干 她出去打工 嗯 她也不咋给我钱还 我还要自个赚点钱 为什么 人家给你生三个闺女 不给人钱呢 那她不是不给 那钱挣了 那只能得给她 一年打工 能挣多少钱呢 家里头我还有父母 都上岁了 有病 需要钱 我们结婚以后才盖的房 那哪有钱呢 所以说拉得急 慢慢还呗 哦 行吧 还想要儿子不 他的思想 他就是还想要 现在还想要不 如果能生的话 要一个最好 还想要啊 啊 你大哥家有孩子吗 男孩 有一个男孩 哦 那不就行了吗 那他在唐山 哦 父母跟你们在一起住 跟我们在一起住 谁照顾父母呢 我照顾 他不照顾 他总嫌我不孝顺 跟我生气嘛 说我不照顾父母 我不照顾父母 也有原因呢 我生大女儿的时候 别人家生孩子 都高高兴兴的 我生完大女儿 一出生 她没看是 闺女嘛 爷爷不丑 奶奶不看 爸爸也不抱 那叫我不是年轻吗 我抱啥 我不会抱啊 老二你抱没抱 老二抱着呀 老三抱没抱 老三也抱着呀 行行行 年轻也不是借口 谁家生孩子不抱 我还比你小呢 我还不会抱你 都让我一个人带 然后生孩子 坐月的时候 也不好好伺候我 刚十多年的时候 就让我做饭 和我生气 我气得抱着孩子 回娘家来 坐月子 有回娘家的吗 然后生第二个女儿 的时候吧 在医院 第三天 她一看是闺女嘛 更没人看 就让我回家吧 人别人 在医院都住七天嘛 回家吧 回家睡觉也一样 就是因为生的是闺女嘛 然后生完第二个闺女以后嘛 态度越来越不好 生完第一个 学会抽烟了 生完第二个 又学会喝酒了 生完第三个呢 生完第三个 生第三个的时候更惨 作业的时候 有一回她让我大闺女说完 我大闺女有点事嘛 我闺女说 我等会吧 她就说孩子态度不好 那时候都十七八了嘛 上去揪着头发就打 我就劝她 我说你别打了 别人看着还不笑话 都认为你是 嫌我生气都是闺女 可是她不听 她说你要是再拉着 我连你一块的 哎 个臭家伙呀 然后我生完三个闺女嘛 她挣钱也不想给我花 想办法自个儿挣点钱 我想让我三个闺女 我也都培养成才 我也不会傻手艺 去个人打小工也不可能 因为三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 那你靠啥挣钱啊 我都想跟人借了点钱 学了学照相 学了学理发 学了学化妆 然后开了一个小店 小店也不大 我每天都带着孩子去店里 还要照顾着儿子 老大上高中嘛 一个月也挣不多少钱 刚够我们娘几个买菜 她都不管啊 那几年我父母正好有病 花钱特别多 那你老婆孩子你也得管啊 那父母也得花钱呢 你不能说不管父母 我年纪了咱们都不给看病啊 那你孩子也不能生了不给吃饭呢 咱们家出这点粮食 他就可以能养活了啊 她说她正体前少 顾不过来嘛 然后前年我大女儿考大学了嘛 考大学了 我说你找点学费吧 我挣的钱也没攒下 她就说没有 没有我们两个就吵 结果吵吵吵 吵了多少天 孩子也是跟着挺伤心的 一个闺女家 其实学校考的不算推好 我个人认为不上也一样 什么学校考的 她是一个专科 你啥学历啊 我初中没毕业 你初中没毕业 专科学校不好 如果考个高中试试 那这些大学生有的是 根本都分配不出去 她哪跟别上来 高中毕业 他们找个工作 他们打工挣点钱 就像你一样 稀里糊涂过一辈子 你这个当爹的呀 后来这个闺女上学的钱 从哪来的呀 后来我们吵了多少天 她就给找了几千块钱嘛 都是女儿 我也想让她成才 出去见多识广嘛 比我们两个以后过得好一点 对呀 然后孩子拿着钱就上学去了 挺好 孩子临走的时候跟我说 妈 我帮一个推远的学校 我以后都不想回家 都不想看见我妈 我头一年学费 你们给我出来 以后我自个儿打工挣钱 我都不回家 现在孩子上大二了吗 这一年的孩子 都没跟我要学费 自个儿挣钱打工 我说妈以后我让你过好日子 我跟我小妹上学 我妈挣钱就教说 我爷爷奶奶 我挣钱以后养着你们 我给你多同事啊 给你点儿子比儿子差 确实不比儿子差 现在不是已经想清楚 要跟他离婚了吗 是吧 是因为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我看他越来越过分 嫌我不孝顺 骂我是最坏的儿子媳妇 那本来就是嘛 我爸得脑瘤 出过车祸 把脊椎骨都压舍了 但是他一回都没上医院去 你做儿子媳妇的 这我们装 最嘎咕咕掉 这媳妇的最坏的 他没有这样的 不看公婆婆的 他一回都没去 你问他他去着没有吗 我因为啥不去 家里得活我干 地里得活我干 我还带着孩子去挣钱去 我多不容易 我多苦啊 你都不体谅我一点 我去到我婆婆那边 他们也没有好脸色 给我跟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你要离婚是吗 就因为他说你是全装最坏的儿媳妇 所以你要离婚是吗 最近他越来越过分了 怎么了 他也不孝顺我父母 我结婚二十多年了 我们也没给过钱花 也没照顾过 我弟弟嘛 他上大学以后 在外边上班 工作了两年 他网恋嘛 搞了一个越南的媳妇 跨国厉害啊 然后呢 然后跟着他媳妇去越南那边发展了 有孩子了嘛 跟我父母也接过去了 我父母跟着他们在那边十多年 他们孩子也大一点了 然后父母也老了 他想家身体也不好 回来了 都生病了 最近回来了嘛 我就想多照顾他们一点嘛 这么多年我也没照顾过 照顾不过来了家里边 弟弟的活干的也少了 他干的多一点 他就不高兴 老找我闹 老找我闹 那天他回家 看见我没在家嘛 我在娘家呢 他就进去来 都当着我妈骂我 嗯 然后 都跟我爸 和我妈都气哭了 我妈说 闺女啊 我说知道他脾气不好 让你凑合着过这么多年来 没想到 他当着我们都这样 嗯 闺女你这日子咋过的 我妈含着泪说 你要是想不过了 我也不阻拦你了 哦 我一个快七十岁的妈 以前都是劝我们凑着过吧 嗯 现在他都让我妈都心凉了 哦 还有 还有更过分的事 啊 怎么了 我说怕我妈生气 我跟他回家了嘛 啊 回家今天四月份 他喝酒 又又一会又喝多了 找茬儿 跟我生气 跟我要钱 说父母又生病了 拿钱去上医院 找我要钱 我说我哪有钱 你挣的钱都不交给我 还找我要钱 我也没攒下钱 他到处乱翻 我就不让他翻嘛 吵吵吵急了 也是喝多了 他动手打我 哦 你们结婚二十多年 是第一次家暴吗 还是以前也打过 以前 以前就骂孩子打孩子 哦 这回还打我 哦 然后邻居过来拉着嘛 他打我邻居都说 你还想不想再过下去了 这么大媳妇 有这么大媳妇的 快别打了 我娃娃哭 我三岁的小姑娘 在旁边吓的 娃娃哭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抱着孩子回娘家来 住两个多月了 我妈说你爱过不过吧 我也不管你了 也不让你凑合了 所以你今天来了是吧 嗯 求他回家 嗯 没法把那个男人臭面子放下来 把他 那他 还想过不 还想过不 嗯 想 错没错 那 打人对不对 打人是不对 那他也不是 道歉 他也不斗 道歉 那我在家都给他道过来 你们都没看见的 啊 道 对不起啊 啥就对不起 这啥意思 这个 你至少应该走到面前 踏踏实实局一公说 对不起 去 啊 去 去啊 你先把那个男人那臭面子 先卸下来再说 哎 重来 别哭了 那个 你说 对不起啊 哎 回去 啊 哎 哎 委屈坏了啊 给你鞠躬 你都 你都不行了是吧 你看 过去二十多年 磕头都不行 嗯 磕头都不行 你这还要生个儿子 真的吗 嗯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生一个也不容易 嗯 你养活得了吗 你挣钱养活 我们娘家都养不起了 你养活得了吗 你还想上找别人生去吗 是 我听着你是说话的 跟我们老张人的口气 是在问我养活了了 不会啊 哪个没把孩子都拉扯大爷呢 你拉扯大 那都是两口子拉扯的呗 你拉扯过没有 拉扯过呀 他拉扯过没 都十七八了 还想打着打 想打 想妈 你妈呢 那孩子不听说 那可不知道得咋 孩子都不想回家了 都上大学两年都没回家了 回来一回 回来三天 在外边打工挣钱 说以后嫁也嫁远了 都不想回家了 你还不错你 跟你咋过呀 行了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二十多年的恩恩怨怨 加上一些传统的陋习 和一些理念 导致了这么一段 婚姻现状 或者说情感现状 应该怎么解决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就说生男生女这个事哈 大哥我跟你说 所有生了儿子的 和生了姑娘的 咱们二十年之后看 你就知道谁幸福 谁操心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和你的妈妈 就你的家庭 可能对于生男生女 这个是有一个心结 她之所以后面不去公共婆婆家露面 不做一个儿媳妇应该做的事 就是因为这三个女儿生下来之后 你们的态度 让她心凉了 死心了 就是凡事是有因 才有果的 然后至于孝顺的这个事 是这样的 我不光跟您说啊 也跟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 我们经常会添一个表格 表格里面会有两个 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 在你未成年的时候 你的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 亲兄弟姐妹 这是家庭成员 社会关系是什么 爷爷奶奶 姥姥姥姥爷 这是社会关系 当你成年结婚了之后 你的家庭成员是妻子孩子 而你的父母变成了社会关系 我说这个的意思 不是说孝顺父母不对 孝顺父母 这是中国人的第一大美德 尊老爱幼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要先顾好自己的小家庭 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吃饱穿短 的情况下 我们一起去孝顺父母 不能说我妻子媳妇我扔了不管 我一门西子就管我自己的爸妈 大哥你明白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吗 这明白明白 但是那不可能说那父母有病了 你就不管了 那不叫别人笑啊 没错 所以我说我不是说不管父母 管父母的前提条件是让自己的妻子吃饱穿短 让自己的女儿能起码愿意回到这个家 你想想你女儿以后嫁了人 要都碰上你这样的 你是什么感受啊 你七老八十了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姑娘 带女婿回来了 然后女婿当着你的面指着自己的姑娘鼻子就骂 你作何感想 她无所谓 姑娘她你看她绝对无所谓是吧 是无所谓吧 真的无所谓吗 无所谓 那 那不会 所以 不会 什么 那咋还无所谓 有所谓吗 有所谓 有所谓 有所谓就好 所以啊 你说人家爸妈有所谓吗 那他爸他妈带他兄弟呢 年轻的这 给他兄弟哄孩子 找他兄弟了 那年轻不会动了 上家了 就叫我们伺候了 对 想明白没有 是不是 女儿更实惠 那边儿子用了十多年了 父母用完了 扔回来了 谁接手的 闺女儿 所以说嘛 以后幸福不幸福 您再过几年就能看得到了 但是啊 我提醒您 如果您要是一直 以这样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女儿的话 那就是您生十个女儿 估计都享受不了这幸福 然后大姐 我想说的是 如果呀 你真的有能力 有这个信心的话 不要让另外两个女儿 也不想回家 就坚持一定要 把她们培养成才 让她们明白 女人不是附属品 女人不是说 只有生了儿子 才抬得起头 是吧 好 谢谢 首先 大姐 我觉得您绝对是一个女强人 能够自己独立 带三个女儿 而且还能生活的 我觉得还不错 抛开她啊 大女儿已经能够上 是大专 是吧 不错 二女儿多大了 今天高考 嗯 现在啊 把你的精力 不要放在她身上 嗯 放在二女儿身上 嗯 让她一定要考上大学 而且 三女儿 一定也要上好高中 上大学 让你的三朵金花 在你们村里头 绽放 让所有村里人 都羡慕你 是 我是这么想的 都比喻她 这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好吗 嗯 至于你们俩 离婚与否啊 听你的 如果你觉得她在 就是一个雷坠 她既没有为这个家庭 带来什么贡献 还破坏这家庭的感情的话 抛弃她 让她后悔去 到时候看看是 谁来求你复合 咱这次一定要把 腰杆给竖直了 我们要做出 自己的骨气来 你非常棒 这位大哥啊 我跟你说两句啊 你知道现在 多少人想要女儿吗 你知道吗 我俩儿子 我们一直想要女儿 就要不了啊 你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你可别气她了 她说你是 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啊 今后心疼自己的父母 能够贴心人 那是什么人 那是女儿干的 而且 你这么对你的女儿 你现在是 马上就连女儿 基本上失去了 失去了大女儿了吧 人家不要回家了 二女儿即将 人家也要上大学了 三女儿也着掌成长了 连老婆都守不住 你就是一个光棍了吗 你想吗 身边有着这么三个女儿 宝贝女儿 一个这么能干的老婆 你不守着 你真够傻的 你还亲手把他们推出去 打 骂 我提醒你看一个片子 一个电影 这几天特别火 叫摔跤吧 爸爸 说的是一个摔跤冠军 就想生儿子 让自己儿子 今后也能圆他那个梦 成为世界的摔跤冠军 结果呢 生了三女儿 开始是很失望的 但无意当中呢 发现邻居的小男孩 被女儿给打了 觉得女儿是苗子 最后 两个女儿全都是世界冠军 很幸福 那种幸福 比有儿子可能更幸福 你得告诉我 那电影是个真事改的 对 那是真事改变的 真实的事情 你可以去看一看 很受感动 好吗 好 谢谢居总 老刘啊 你要是把这三个女儿 跟老婆都打走了 你老了 有没有人给你送终呢 我没边都给他们打跑 那边都打跑 你自己摸着良心 问一问自己 你对这四个女人好不好 一般吧 一般 对 你还好意思说一般 好一般她能哭成这样 难道你作为男人 你就没有一点点心疼她吗 虽然说 在村子里你抬不起头 我可以理解 但她作为你的女人 你没有一点点心疼吗 有没有 如果你是心疼的话 也就是说你内心是复杂的 一方面你想要儿子 要不到 大家都看不起你 对吧 但另外一方面 你又心疼自己的老婆 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真的是这种矛盾的心理的话 你对女儿该疼的还得疼啊 但你疼了没有呢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老刘 你们村里边那些生小子的那些孩子们 有多少个孝顺的 你自己也心里很清楚 你也到了43岁的年纪 如果只是为了要儿子 而要儿子 为了让别人看得起 为了一个所谓的形式 弄到最后孤独终老 没有人围绕在你身边 没有人愿意看你 甚至你老得快要死了 你求着你的女儿回来看你一眼 你女儿才要怜悯地回来瞧你一眼 你觉得那种日子活得惨不惨 那种日子和那种别人 说你没儿子的人相比 你觉得哪种生活 才是真正的生活 所以说我也不跟你讲大道理 该有的局限性的确有 可以理解 但咱们是个人 还是个男人 是不是该做的还是应该做 对 我觉得像这位大姐 一位农村妇女学会摄像 学会化妆 学会这些新鲜活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 你真的离得开吗 但不管分得了和分不了 你和那三个女儿 都永远不要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不要跟这些家伙一样这么堕落 初中文化水平就不愿读了 你们还得往前走 你们只有活得更加精彩 才能证明所有的人 生男生女是一个样的 你也没什么好哭的 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有三个女儿跟你撑腰 你还怕什么呢 将来再找三个 有本身的女婿 六个人家 你一个七个还治不了她 你不愿意闹得这样 孤家寡人吧 那不愿意 那就好好对自己的女人 让自己的女人 让自己的孩子活得更加幸福 这样的男人 才是让人佩服的男人 对 不哭了 别皱个眉头 开开心心的 帮着大闺女 和爹 别弥合一下关系 大闺女挺孝顺的 她说以后 就是我们过不过得 照样孝顺她吧 这闺女嘛 你看 你考虑清楚啊老刘 面子给别人的 李子李子李子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过二十年来 我不懂得啥叫爱情 但是我要么这展览 应该有感情 我想我这皮球以后 一定改的 比现在是好推多了 看在 三闺女的面上 你原谅我 大闺女跟我说 妈 不管你过 还是不过 只要你健康快乐 我都支持你 你想咋咋这 二闺女说 我们同学 有的父母离婚了 我觉得我们的同学 特别可怜 我老闺女 一看见有结婚的 就说 爸妈 我想让你俩结婚 我好好 再考虑考虑 我是 给三个孩子活 还是给自个儿活 亮灯吧 对 好好考虑考虑 请回 谢谢两位 来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结果吧 请开门 我喜欢哪儿的呢 哪儿的呢 没走 你皮肢能整改呀 整改 从撒龟呢我也改 从女我也改 酒我也记了 然后 咱们把腰花挺直了 叫他们有儿子的看看 没儿子的比他们有儿子的过得更好 想明白了 给我起来 都这么多年了 过几年都该结婚了 姑娘结婚的时候 我想让他们有一个玩意 怎么个意思啊 上来说 老刘出来 哦 哎 上来干啥呀 还得好过 教育我 有儿子的看看我 没有儿子的比他们过得更好 哦 受教育了 OK 站中间 来 有请小花童 叔叔拿这句 哎 谢谢 来 我们观礼吧 看看这对二十年的夫妻 怎么浪漫的 各位 请见证 我 请亮灯吧 挺好 来 拿着吧 来了这以后回村就抬起头来了 来 跟你们村里人说两句吧 我来一回我叫这金泽心里都挺充实多的 我这挺有劲的 有劲了 对 我想我生三闺女比生二的将来应该幸福 要有这些心 回吧 谢谢你们啊 谢谢 加油啊 加油啊